Lun Sa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千鸟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RB 90分钟耐久菜 第七车 Asetto Versa DTM 在Brandtach GD的精彩片段 现在看到小哥的画面 起跑 一起跑面发生小蝦座 男哥稍微卖了下来 左邊一台安法子 左邊衝車 還是歪歪 兩個繼續站著內線 可是容易擋住了他的去路 最後還出來歪歪歪歪 兩個去路在下一公關反攻 別跑到他前面的啊 前面 前面要12345 差不多的距離 繼續前進 兩個外偏了 後面一台跟上 後面兩台跟上 後面兩台似乎也在沉豆中 這個場地我覺得非常好玩 尤其是後面這一段很刺激 這次只有兩個 兩個名額啊 因為偏服的關係 大家逗太久了啊 我也在想說 像現在這樣選 跟之前那樣整場的 跟之前那樣整場的 哪一種比較好 我猶豫的 那是歪歪 壓力更大啊 兩個距離前面好像有一點遠 乖乖在對羅因發動進攻 他們兩個都沒有 都沒有交影片 所以 好讓翔哥來幫他們錄下來 看起來 好像是攝影車 歪歪 調收到慢了點 跟羅因又拉開了 羅因也到了線老闆 在楼灯上啊 继续帮大家录下这个画面吧 谁吃草 稍微吃一下草而已 为什么没有吃好吃吗 没有吃好吃吗 这边很难超吃的 跟上了 大家都没有机会进攻 就是等这个之后 歇老板出去了 歇老板回来差一点故障 两个惊险的避过 跳完居然在那边 你那撞的蛮大力的耶 歇老板 我会等过他刚才弹回来 来 上线到第四名 底下歪歪日上班农台了 竟然才刚开始而已 我们容易刷出了 1分36.440 这场大家成绩都算蛮接近的 都是 3 6 然后我又 又疼人比较外星一点 我现在很前面了 已经脱离 算是脱离了吧 脱离前端集团 这才一个集团了 歐罗伊小失误 速度慢性来 被歪歪超过 对 带着这个机器 从左边 并行 不行不行 在直线结束 究竟超不超得过呢 看到前方了 成功挡下罗伊 我会险耶你 精险的挡下 你怎么吃多一点呢 歐歪上车到第二 歐歪上车到第二 口气又拉近歐歪的距离 诶 你知道 脱离还在 翔哥走了外线 没有防守 维持自己的圈速 哇 翔哥稍微有点小失误 真的 对 推了一点头 速度慢了一点 罗伊跟上来了 翔哥还是没有防守 内线被罗伊攻击 要一起自爆了吗 罗伊超车成功 回到第三名 翔哥回到第四名 我也来了 文兵在这里刷出了新的记录 1分36.282 诶 df ¡F 太快了吧 我們來到這邊 整個賽道最快的區段 為什麼不噴出去了 沒有噴到 不是我 努力超過近邊邊了 打一個彎 稍微有一點快要再到位 速度慢了下來 被小哥進入內線 一口氣在這裡超出嗎 沒人超過 兩個退縮回來 繼續跟著 好差啊 怎麼快 蘿伊小打滑 速度慢了下來 翔哥從外側 還好沒有從內側 從內側可能就是撞上了 是你啊 為什麼不是我 拿到第三個位置 蘿伊隨時反攻 蘿伊一個進內線 稍微驚碰了翔哥 怎麼可能呢 沒有超車成功 也還好沒有超車成功 不然要扣分了 蘿伊因為剛剛那個小餐呢 距離又被拉開 前面的彎彎有點遠了 然後這一圈是刷新圈色的一個趨勢 那老闆是文兵 沒了 要沒了 哎呀沒了 刷新圈色 喔又來了 又沒了 真的要來截 我好像要跟上歪歪囉 OK 看個歪歪有小塊 你看這樣要撞我啊 真的要來截 那這個對反擊也才行啊 我外向我七豆草 我的速度一樣會有影響 要跟上了 跟上了 在這個最急的法夾彎跟上了 兩個企圖走內線 這個軍太遠了 娃娃娃 內線大開 放任翔哥前進 下歪飛 驚嚇 忽然接近的翔哥 就是內線沒有進到橫裏面 對 後面都跟上了 這邊 跨越多時間 娃娃娃就會 越來越激進 還好 娃娃始終沒有遠距 後面的集團似乎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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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鬥啊 可是這種是 追不到啊 第六圈了 我彎彎刹車的時候 遲到眼差 趙哥 點小輸 沒人膽就是機會 娃娃再次跟上 頭不防守 翔哥还是不防守 进攻失败 但是翔哥在这个弯的路线 刚开始就在里面 跟我的开法不太一样 我会从很外面干净 我说他路线跑得太远糊 真的比较快 尴尬啊 我的习惯 哇 外外自己外边吃草 出去了 没想到最后居然是这样子的结果 第一名 第二圈的时候谢老板 就 啊 那边 谢老板在这里 差一点跟翔哥撞上那个车祸 所以谢老板掉到 第六名 在我的后面 在我的后面 在老板的后面还有一个文笔 但是我没板 那我把目前第三圈了最快 43 上一圈44 看来前两圈都 有失误哦 很快就被谢老板跟上 马上去开BMW的 下期不经 不过谢老板 谢老板在后面压力真的很大 不过谢老板 不过谢老板 究竟我还要守多久呢 从那外面进来 下次也来试试看小哥那个跑法好了 哎呀 谢老板 一个刹车不急碰到我车尾 我打转出去 推出了缠头 视角换到后面我们冰身上 谢老板 干嘛这样对待队友啊 好嘞 看这个进入的时候 我发现已经是我们冰方案完整的 也是非常的少 神奇耶 我发现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我的坏多有一种很习惯性的转90度 没想到转这么少都可以过得了完 之前有听人家说那个转太多的话 会对前轮造成额外的负担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像这样子轻微的操控 没想到这个地方 我们冰居一下老板也越来越近 这里前方集团也越来越近了 现在我把稍微压到了露言跳了一下 B&W的悬吊是非常的硬的 现在我把稍微外抛 速度慢下来 一口气被捏紧 有压到边 轮臂也压到边 整个人 看上 哦 前面阳极下沉 文婧上面有辣花 哦 文婧上面有辣花 用尽露面 一圈再度過去,最後局勢都沒有什麼變化,距離也沒有什麼變化 這場大家真是太接近了 希望能夠跟上前方集團 根據我們上一個看到的前方集團,應該會下一圈就要失火了吧 第二圈是YY,第三圈是翔哥,第四圈是羅伊 我一朝車失敗,就是剛剛看到的片段,快跟上去啊 越來越近喔 前方集團已經完全跟上了 前老闆一個大吃草 我以為了沒有賣很多耶 前面出現黃漆 娃娃在這時候,開出賽道 如果到了... 文兵應該在謝老闆中間 但速度比較慢 文兵立刻從左邊超升 村兵在轉彎前超過 上升到第五名 謝老闆又有一個吃土 奇怪,怎麼謝老闆吃土看起來都沒事呢 難道那邊的土是可以吃的嗎 我前面有一個吃土 小黃旗 繼續黃旗,是誰? 翔哥 停在那邊,躲過了後面奶車 沒有發生更嚴重的沉默 好險 那翔哥也落到了前方集團的最後面 第四圈被YY趁這個機會拿去 文兵並行 第一個彎 彎彎沒有立刻回到內線 避免發生碰到嗎 內線持續被文兵站著 前面怎麼了 謝老闆打轉了 好不容易追上來,那些老闆再一次打轉 消失在大家的後照鏡中 第二名羅伊伊斯達民文兵同隊的 一次名是我們斷線隊的YY YY加油啊 這樣子是不是不太公整的播報 我會黏著文兵車尾 隨時準備進攻 文兵保持的正常路線 不用做防守 我們這邊要插進去 然後從內線還要過得了 我覺得還蠻困難的 或許是設考慮吧 這鏡頭持續的在 非常的近 感覺差一點點就撞上了 往外被迫得多煞一點車 距離又拉開 沒有羅伊耶 還沒有圓區 很特別的文兵是選用 M台欸 我自己的感覺啦 我覺得M台好不划算 快的 不算很快 然後 又沒有像M台這麼快 我們預備跟上 讓那個Y稍微濕一點 第九圈 文兵的前輪已經開始黃了 就看誰先食物 黃寶海已經 落後了 誒 欸~~ 沒想到居然會 就這樣脫離戰鬥 這個加速 這個出彎 跟上囉 跟上囉 又稍微拋了一點點出去 有修回來 但也變慢了 這個彎關鍵了 等一下就是大隻下 羅伊整個外拋 文兵的線倒是很完美 外人沒有大拉近 羅伊製造 終於耐不住壓力了 下一個挖又沒有進到內線 開到路面上 速度我們一切慢下來 佔據 文兵的兩風玻璃越來越大快 下一個挖再一次沒有進到內線 直接進到沙拉地去了 這邊真的超容易這樣連爆的一個爆 後面每個挖跟著爆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其實還有三場漏網之魚啊 感覺好可惜啊 我們這一次的成績 扣完分之後 第一名 藤原 二十五分 第二名 文兵十八分 第三名 我十二分 第四名 小翔翔十一分 第五名 謝老闆十分 第六名 阿虹 九點七五分 第七名 羅伊 九分 第八名 聖修七點五分 第九名 雞群七分 第十名 小鹿六分 第十一名 不交易的歪歪 錄零點五分 到目前為止總分的部分 頭人已經破百了 一百零六分 第二名 小翔翔八十五點二五分 沒想到的我還有第三名 七十四點五分 雞群第四名 五十二點七五分 羅伊 第五名 四十一點二五分 第六名 文兵 三十九點七五分 第七名 聖修三十八分 第八名 小路三十一分 第九名 安侯三十點七五分 第十名 謝老闆二十一分 第十一名 歪歪兩分 再來是車隊的部分 經過扣分之後 第一名車隊 秋名山的苑嶺 二十五分 第二名 不要插隊 九點七五分 第三名 幹話軍團 九分 第四名 GAMP 七點五分 第五名 端線部隊 不零點五分 歪歪拜託你交影片好不好 目前的總分 這一次有參加的隊伍裡面 第一名 秋名山的苑嶺 110分 第二名 幹話軍團 75.5分 第三名 不要插隊 45.75分 第四名 GAP 也是45.75分 因為這次的成績比較少 被放在第四 然後第五名 是斷線部隊 18.75分 酷酷 那以上就是我們第七戰的纏豆精華片段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忙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還有FB粉絲團和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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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訂閱 訂閱